我累了 我们离婚吧 你要跟我离婚 我不反对 你自己想清楚吗 这是最好的 谁呢 你差点来 我给你把胸尾盐 在一边 我把胸尾盐装 贵了 没有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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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刚才楚太太给我来电话 说要带我去参加一个聚会 顺便介绍几个朋友给我认识 我不好拒绝 哦 楚太太那边是正经事 没关系 你去吧 那你今天怎么安排 预定的独家村也不能浪费 那我就自己去休息两天 行 老公 那你就去放松放松吧 小东西 你醒了 送你的 这样就想打发我了 昨晚的事我还没惩罚你呢 您的感冒灵 萌萌 你订的要吗 没有啊 我没有点安排 可能送错了吧 地址没错呀 是手机尾号6673的徐先生吗 不是 跟他下单的人写错六块号了 哦 行 萌萌 收拾好了吗 马上 去吧 我不小心写错地址了 我过去拿 你要是不方便的话 我就再点一份吧 萌萌 到家了 嗯 急着了 要不我自己上去吧 她要回去 姐姐会怀疑的 好吧 那你到家了 告诉我一声 嗯 agile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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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进来的 我们十九岁就在一起 你觉得会记不住你常用的密码吗 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分开了 你如果再不出去 我就报警了 分得掉吗 萌萌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回国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回来找你 为什么我们分分合合这么多年都没有分掉 我告诉你 这就是注定的 命中注定我们永远在一起 你说完了吗 当初是你先离开的 你冷静一下 你仔细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告诉你 你是我心中 永远不会被替代的唯一 我爱你 我爱你已经到骨子里了 我会等你的 等你一辈子 我知道你怕黑 在没有光的地方 让我一直陪着你好吗 我的手机呢 你约风 我 cię稍待 我不数把你惩记了 你趕紧走 怎么了 她又回来了 罗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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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罗啥 罗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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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 萌萌 你怎么回来了 我手机是不是在你包里啊 我刚才敲门你没开门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 没有我就不看剧了嘛 我给你找啊 喂 蒋总您好 我是瑞德集团顾总的特助 在楚总的建议下 我司决定重新与贵司洽谈投资计划 明天上午十点不知您是否有时间啊 呃有时间有时间 那咱们明天见 好的好的 成了 成了 瑞德要恢复投资了 令人上市肯定能顺利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老公 老婆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怎么样 一路上开车累不累 不累 想着老婆在家里等我 怎么会累呢 老婆 我给你带了最爱吃的茶点 抬许愿牌 下次我们一起去 把这个许愿牌啊 挂在手上 怎么样 哎 对了 老婆 这次你不是没去成吗 我特意为你画了一幅画 老公 你画得真好看 哎 你不久前不是带回来一幅你的肖像画吗 我们可以把它们挂起来 挂在哪里好呢 就挂在这儿吧 这样 每天早上你吃早饭的时候 就都能看见他了 哦 好 这个家 说了算 哎 对了 老婆 有一个好消息 瑞德决定 重新对公司投资了 公司马上就可以上市了 真好 一切即将结束的 又将重新开始了 对 命中注定我们永远在一起 你是我心中 永远不会被替代的唯一 我爱你 我爱你已经到骨子里了 萌萌你别说了 我不会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你叫什么 阿姨好 我叫徐轩 你走吧 你们俩不合适 妈 怎么都把徐轩关在门外的外面下雨呢 你是向家的次女 怎么可能跟一个成光蛋在一起 你要是想和他在一起 以后就别叫我妈 你自己看着想吧 嗯 徐轩 萌萌 不要出来了 我说我对你说你自己看着我 就这么会儿 我不是我 我对你说你没带来我 我怎么看到你 那就是我的身材 你说要不要把头发剪断 嗯不行 你说你最喜欢我长头发 你看我干嘛 下周我就要出国了 为什么这么突然 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出国之后 我应该能赚到很多钱 等赚到了钱 就能得到你爸妈的认可 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可是我不在乎这些 要不你带我走吧 带我离开这个家 什么家产什么的我都不要 我就想留在你身边 某某 我不能带你走 我会回来的 等我会来接你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